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闻联报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 订阅 留言 分享 并且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的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日本参议院选举今天登场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8号遭遇枪击不治身亡 预计对本次选举会带来极大的影响 明报报道 本次选举被视为首相安庭文雄 能否长期执政的关键站 民调显示 执政联盟将可以取得超过半数的席位 继续的控制参议院 而且修宪派渴望取得提出修宪所需的参议院三分之二的议席 分析预计 安倍离世将会带来大量的同情票 进一步推高自民党得票 如果自民党大胜 岸田未来三年可以逐步地实现其政策目标 包括其新资本主义 寻求拥有打击敌方导弹发射基地的反击能力 甚至是修宪 参议院一共有248席 每三年会改选半数的席位 今次再加上一席补选 一共125席 身兼自民党总裁的岸田为这次选举定下了胜利线 就是包括非改选一席在内 自民公民两党的执政联盟要在参议院获得过半的席位 目前两党在非改选席位中有70席 因此若执政联盟在选举取得55个或以上的席位 就能够达到过半的125席 而根据日经新闻三号公布的民调显示 自民党有望可以单独地赢得大约60席 超过岸田定下的最低门槛胜利标准 而且支持修宪的四党 自民 公民 日本维新会 以及国民民主党预计可以取得超过82席 连同这四党原本拥有非改选的84席 将可以达到提出修宪门槛所需要的三分之二一席 也就是166席 政治分析家本田正理说 这次选举最大的隐藏议题就是修宪 而这也是安倍所留下的遗愿 根据和平宪法第九条 日本放弃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岸田三月时表明会积极地推动修宪 将自卫队明确地写入宪法第九条中 避免违宪争议 分析家认为岸田有可能会成为首名落实修宪的首相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把好在奈良公开演说遭枪击之后 外界正在检讨日本维安问题 没想到在此敏感时刻却传出 自民党长野县参议院候选人 松山346办公室接到了恐吼电话 指称下一个就是你 朝日新闻报导指出 长野中央警察署已经逮捕打电话恐吓的67岁老翁直松明 直松明是在8号上午11点50分到中午12点25分左右 用手机连续拨打了两通电话到松山346位于长野市的服务处 向接电话的人员放话说要杀害松山346 另外与安倍枪击案的相关消息 随着警方公布以及媒体调查 传出越来越多的细节 枪手山上彻野行踪当日被以杀人未遂逮捕 今日改为谋杀罪嫌并且移送到地间 根据NHK报道 目前调查发现山上彻野当天从家中打电车前往现场 疑似早在安倍开始演出前一个多小时 就已经在现场等候 NHK在8号10点20分 于距离事发地70公尺处拍摄到了疑似山上彻野的身影 他正在步行前往事发地 安倍则是在11点30分早到枪击 另外警方9号也在身上的车中发现数个木板 铝箔托盘 山上称木板是用来试打的 托盘则是晒火药的 中国国务委员间外长王毅 9号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 中国外交部官网9号发布称 双方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进行全面深入坦诚 以及长时间的沟通 双方都认为此次对话是实质性的 也具有建设性 王毅说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些自相矛盾和言行不一 深层反映出美方的世界观 中国观 以及中美历史观 利益观 竞争观 都出现了严重的偏差 许多人由此认为 美国正患上越来越严重的中国恐惧症 如果任由这种威胁膨胀发展下去 美国对华政策将是一条走不出去的死胡同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今天报道 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吕翔分析 中方在此次巴厘岛会晤中释放出了双重讯号 他说对比此前几次外长会晤 以及先前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与白宫国安顾问苏里文会晤后的中方表述 这一次王毅对美方的提醒和警告是更加细致 也是用于最为严厉的一次 吕翔表示 死胡同等等一系列表述 意味着双方已经走到了接近摊牌的地步 他认为中美关系要么缓和 要么双方都将面临巨大的风险 相信中美双方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另外一个方面 吕翔指出中方把此次会晤定义为实质性和建设性 预测美方应是在会晤期间做出了一些积极的回应 否则中方不会做出会晤式建设性的定义 此外这次王毅对美方表述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才是两国最可靠的防护 吕翔说 这也说明中美在台湾议题上面临的风险已经非常高 并且随时有爆发危机的可能 王毅在本次会谈中就台湾问题全面阐述了严正的立场 要求美方必须要谨言慎行 务必不要向台独市内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务必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领土主权的坚定决心 务必不要犯葬送台海和平的颠覆性错误 王毅还再一次就涉疆涉港 以及海上问题等等批驳美方的一些错误观点 2022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6月29号起到8月4号 在夏威夷至南加州之间的海域举行 一共有26国38艘战舰4艘潜艇 170架次的飞机和超过25000人 参加这场全球最大规模的海上演习 从美军宣布韩太平洋军演乃至举行期间 中国官媒是不断猛烈的抨击 说此举是对中国的恫吓 英文的中国日报指出 美国透过这次军演 旨在于表明华盛顿的影响力和战略地位并未下降 尽管乌克兰危机仍将持续 但美国显然在向世界展示 乌克兰冲突并未干扰其议程 战略重点仍在印太地区 中国日报社论指出 长期以来美国习惯将中国锁定在所谓的第一岛列内 然而中国随着国力增强 已经形成了在亚太地区 乃至于更广阔范围之内 捍卫自身核心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 另外中国官媒汉球时报也说 美国借着韩太平洋军演释放三个信号 对外狂袖肌肉 炮制恶华制华包围圈 以及打造大国对抗武器实验平台 面对中国的指责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 7月8号表示 还太平洋军演并不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 而是针对破坏国际秩序的行为 另外美国国会去年12月通过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 并且在法案中提到 美国国防部应邀请台湾参与2022还太军演 但是台湾最终仍然没有被邀请 帕帕罗指出 是否邀请台湾出席是出自于敏感的政治原因 是政策决定 台湾关系法指示美国国防部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 当出现针对台湾的行动时进行干预 对此美国国防部做好准备 这也是美方政策固有的明确性 帕帕罗提到 他希望台湾问题能够和平解决 但如果不能 他和其他许多的美国军人都准备好应对冲突 根据台湾关系法 美国国防部有责任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除了美国之外 法国太平洋区司令准将雷一 近日也谈到台海问题 做出回应 雷一表示 法国在广义印太地区 有大约200万名的国民 900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海域必须要保护 这也是为何法军在印太地区存在的原因 法军在此区大西地 法首新克里多尼亚的努美阿 琉尼望岛等地有7000名驻军 15艘军舰和40架军机 而印太地区急速的军事化 加剧了紧张局势 甚至也延伸到网络上 形势失控的风险正在上升 可能性也渐渐升高 被问到该如何回应 中国在亚太区域越区频繁的声索行动 雷一强调 当中国或其他国家错误表述时 首要任务就是必须要立即回应 他举例 中国近日声称 拥有台湾海峡的主权权利 完全是大错特错 台海就是一条国际海峡 因此首先是回应 之后是透过机舰通过进行观察 并且重申航行自由的权利 因此如果法军有必要通过台海时 将毫不犹豫地通过 中国人民解放军7月8号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实战化演练 数架解放军战机飞越台湾当局划设的台海中线 将台海紧张局势再一次推高 美国之音综合路透报道 台湾国防部谴责解放军战机越界 认为这是挑衅行为 严重的迫害区域和平与稳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部战区发言人 失忆大笑则称 近期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动作不断 为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 完全是徒劳的 这会扰乱台海和平家居地区紧张 时宜还强调 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持续加强练兵备战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地区和平稳定 粉碎任何台独图谋 中国国防部谴责美国共和党参议院 全国委员会主席斯克特访台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迫害中美两国两军关系 加剧台海地区局势紧张升级 强调解放军全时待战随时能震 针对北京目前的行动 军事专家齐乐意表示 对中国而言 台湾西部部署了密集的防空火力 解放军军机如果进入领空相当危险 北京最主要的目的是向台湾释放政治信号 北京最担心的是美国与台湾 在没有外交关系之下进行战略写作 也就是虽然并非盟友 却可能比盟友的关系更深的战略写作关系 美台关系有升级 包括人员互访和武器军售 只要是美台关系升级 中国方面就有动作 因为现在除了实战演练之外 中国也没有别的选择 因为其他的选项都已经在做了 外交的打压 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 在经济上的一些胁迫行为 这些都已经在做 所以中国要再增加威吓效果的话 就只能从军事手段下手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